醫生跟養生有什麼分別你知道嗎 其實很簡單 用血管來分就知道了 我們人的身體有非常非常多的血管 按照大小粗細來分 粗的叫大血管 小的叫微循環 醫生管的叫大血管 養生管的叫小血管 兩者到底有什麼不同呢 很簡單 小血管堵住的叫做 壯壯 大血管堵住的叫疾病 很多人有一種狀況就是 明明身體非常的難受 但是啊 去醫院檢查卻指標一切正常 為什麼會這樣 很簡單 他難受是因為什麼 小的血管堵住 那為什麼指標正常 因為大的血管沒有堵 所以很多人 當你大的血管堵住去找醫生 醫生可能跟你講沒事 反之你的小的血管堵住了 醫生可能跟你講沒事 這就是醫生跟養生的區別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透過養生 讓你身體小的血管不堵 請問大的會堵嗎 當然不會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認知就是 當你的身體處於臨界值的時候 雖然醫院給你的指標一切正常 但是啊 你的身體一定會給你訊號 這就是症狀 關注子康 讓你美麗又健康 請點選竹葉的連結 資訊666 帶你走向健康美麗的人生